悲观是一种眼见 悲观是一种智慧 很多世界顶级的企业家 都是很乐观的看待未来 企业家所谓乐观的看待未来 和悲观的智慧有什么区别呢 我个人理解 悲观是在发现未知的风险 位于重逃有远见 能看清未来可能面向的问题 乐观上积极的心态面对 充满自信 敢于尝试 敢于奋斗 敢想敢敢 你说的很对 但是有一点 悲观的远见 就是提前预判到 时代的大周期所带来的冲击 并提前做好准备 但是真正有这种远见的人 着之又少 悲观里边没有一个 比如当前的老板 当今时代的老板 也就老李具备这种远见 一百年之后 这个王健林碰到了老李 就问老李 他说老底头 你是九十多了 你怎么跑这么快 我都没来得及跑 被人按下来揍一顿 老李就给王健林说一声 你们这帮傻瓜 跑步哪能听见枪声就跑呢 听见枪声跑就完了 我是看见掏枪就跑 所以老李是有远见的 王健林那个小目标 是没有远见的 所以一般人不具悲观的能力 悲观不代表悲观 悲观代表能力 一般人没有能力悲观 因为你看不远 悲观是要看过一个周期 你没那种智慧和胆识 是看不见的 因为太多的鸟人只看到了眼前的繁华 他看不到繁华背后的坠落 他是看不见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提前预判到下一个周期的下行 所带来的冲击 并提前做好预判 你所有的勤奋乐观 包括才华 毫无意义 你比如当今时代的那个中金女跳楼 你比如大量断供的中产 你比如大量破产倒闭的老板 还有在苦苦挣扎中的老板 你就知道为什么 有一句话你就知道 你所有的痛苦 都是你昨天的认知在来 对吗 昨天的认知 谈昨天的认知的时候 你老说我悲观 那你今天这么痛苦 你怎么不说你悲观呢 所以这就是我一再说的 学会悲观 一般人不具备悲观的能力 哪能悲观呢 对吧 猪是没有悲观的 你告诉猪你很悲观 猪说啥叫悲观 对吧 猪说我的字典里没有悲观 猪说我这辈子生而快乐 所以悲观一般人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 老李跑了之后呢 猪们都说李嘉诚太悲观了 错过了房地产发展的最好时期 这是猪的认为 但李嘉诚不认为 然后最终李嘉诚见证了历史 猪们成了历史 所以我更想说 我们尽可能的有一点悲观的能力 有一点悲观的胆识 见证历史 不要成为历史 所以这就是我每年为什么要组织 闪耳带领大家看世界 看东南亚 看日本 看东非 结果东非你们没有报名的 我把它给取消了 所以我还是有机会想带你们去东非 这个七八月份 我带你们去日本 去泰国 去新马 去印尼 我希望你们一年至少要去两次 要去看看 因为人你会发现 我以后会讲 人都是环境的产物 如果你在一个环境下长期不便 你很容易被一个环境通话 通话啥意思呢 就是你的认知是身边人的认知 而不是你的认知 什么时候你才是你呢 你只有跳出圈了 在看里边的圈 就是井内青蛙 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井内青蛙呢 他在井内他不知道 你让他从井内跳出来之后 他突然一看 我是指井内的青蛙 但是这个井内青蛙回到井内 时间一长 他又忘了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 就是人在一个长期的环境下 形成了信息的孤岛之后 他会被身边人的认知同化 就是所有的认知去同 然后大家一起喝酒 抱摊取暖 开心的要命 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对世界看法都是英雄相惜 英雄所见略同 其实他们搞明白 你的所有的想法 都是身边人的想法 你就是一个脑袋 底边是空壳 没有头是个葫芦 你看看你的所有的想法 是不是身边人的想法 还有一个呢 在哪呢 我们的学历史 我不知道各位注意了没有 我们的学历史 你会发现 只学我们自己的历史 但到来了 学历史 在动向和横向对比都学 你比如我们学孔子的时候 应该学学同时代的古希腊 古希腊在干什么 我们的孔子在干什么 你比如在学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在干什么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的康熙皇帝在干什么 人家华盛顿在干什么 你比如英国的大仙男革命 那是150几年吧 我们的宋代在干什么 我们的历史没这么学过 我们历史永远学的 我们的疆土又大 我们又征服了很多少数民族 我们特教 我们还天然说 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 你看我们认知就是一种变态的割裂 你疆土越大你越嚼 你把人家打败了你嚼 报声我热爱和平 你这不扯淡吗 你看看越南怎么写历史 越南的写历史是从秦朝开始 从北方的秦朝开始 他一路狂揍我们 一直把我们打到宋朝 就打了我们一千多年 我们才开始独立 在之前我们都是他的附属国 我们不愿意用他的蚊子 还要求用我们的蚊子 他一直在侵略我们 侵犯我们 我们没有一天好过的 我们这辈子不幸就是生活在一个庞大的邻居旁边 流氓而又无端 这是人家的历史 结果他旁边那个邻居还天天号称他热爱和平 所以很多事你才会看 所以你就知道你把过去看不懂 你现在你看不懂 你未来你更看不懂 你要不相信看看朝鲜人怎么写历史 所以但是我们的历史 你只有纵向的学 你没有横向对比过 你要横向对比过之后 很多事你都知道 我带你们出去呢 就是让你横向对比一下 而且横向对比一下之后 我一再说过 你只要见过真实的世界 你满眼不再有恨 你满眼只有泪 你内心会变得坚定而柔弱 而不会再像以前狂妄而自打 这是真的见过世界的人 你看没见过世界的人 就是村里的狗 见到任何陌生的东西先叫 但是你手里是要拿个棍子 狗马上转身就跑 夹着尾巴跑 你看这不就是狗的形状吗 他没见过世界 你村里的狗知道啥 为什么叫狗腿子狗腿子呢 他知道听主人的 他啥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想带你们看看真实的世界 要不然的话 你得受的信息都是身边人的信息 看着同一张报纸 你的认知被慢慢地给探平 所以要多看看世界 我上次不是说过吗 每次都有40个同学当中 大概都有一个同学 当天就掉眼泪 有的是哭了两天 就是这种极大的冲突和落差 和他的认知完全不一样 他的认知当中 多南亚是歌声的地方 是极度野蛮落后的地方 他没有想到 他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哭没必要吧 你怎么一问就是你没有见过世界 你没见过世界 所以这就是我给娘为什么有个闪吃 阻止大家看世界 看完世界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这个都是深度的深度的考察 不是旅游 旅游没有用的 旅游你们不会哭的 你们千万别认为你看过世界 你的旅游不算 你旅游算什么 旅游就是一帮人在一起 一帮国人在一起吃中国餐 说中国话的给你做导游 你满脑袋比划的就是 你看我们的高铁 我们的城市心 人家的城市破破烂烂 你满脑袋在比什么 就像猪跳出猪圈 老和野猪比猪窝好 你看猪跳出猪圈 到了山里头 他不想我自由了 他不这么想 他老看野猪的猪窝 怎么这么糟糕呢 你看我的猪窝 我的养殖场的猪窝有空调 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 真正的商业考察 请当地的华人 提前去了十年二十年的人 丁一辽 他亲身的感受感悟 他的商业发展时 背后的商业机会 他都不一样的 一个地方一个样 比如越南这段时间有点动荡 所以这半年没组织大家去 那越南给我印象都非常深刻 那越南就不如泰国 新印尼 新马 差多了 你看 比这些最差的越南 你死活瞧不起的越南 越南的工人不住集体宿舍 就是工厂给越南工人 住的集体宿舍 他从来不住 免费住的不住 他自己宁愿自己住房子住 为什么 第一 自由 第二 下班之后他喜欢喝酒 他不喜欢被人管 那你说他没有钱 刚才都说没有钱 我是不是如果集体宿舍正前回家 养家糊口养老婆 人家不需要养老婆孩子 因为老婆孩子本身吃喝都不愁 所以我打工是为了生活 我打工不是为了生存 这就是让我死活想不到的地方 你看 你要去越南 他消费就不算太高 但是满大街都是小咖啡果 就像停留在我们90年代 但是他的生活的状态超过你的想象 你要看街道 你是看不出来的 你看街道就很乱了 但是你看他的生活状态 真的让人震惊 就是越南的普通工人 虽然他看着收入没那么高 不愿意住集体宿舍 住一个很普通的民宅 但是他的精神警戒 远远现在超过了我 我现在还在狗活 我不是说 我现在才第二次创业 第二次创业就回到了 我30年前打工那个状态 天天背个包挤地贴 我发现他们那个工人的状态 比我生活质量高 我更喜欢大家关注的是这个 你说我们考察什么 我们是个人 我们这辈子真正的目的 就是像人一样生活 让孩子生活在人该生活的地方 知道为什么 我这辈子50多年的奋斗 我就一个目标 我像人一样活着 我的目的就是让我儿子 我孙子直接生活在一个人该活的地方 而不是狗活的地方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好了这点才远了 剩下的我们再去思考 你比如说我的思考的原点 你不看 你不知道什么叫食材 你不知道什么叫私有 你更不知道什么是公有 你蛮老的 这是个比猪窝漂亮 就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好吧 当然这个取决于你们的想法 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当然你们有这种条件 你跟我去看看 这几个国家 你们选一个两个都行 但是我建议一年至少去两次 如果你实在是去不了 你说我经济条件就是有限 我是工心主 那你看看我线上的另外一门课程 跨越周期的逻辑 你们老认为我怎么才能看透周期 你看看我线上那门课 专门讲跨越周期的背后的逻辑 你把那个看明白 你马上就知道你怎么该理财 包括你知道怎么投资 你一定知道 好了我大概就说这些 我把这种图类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